如果我們評估一條海欄 要搞17個月搞不定 態度還游移不定 我會對於關鍵基礎設施CEI 我們會對於這個 會對我們政府國安的態度 我們有很大的存疑啊 我們評估是每年來評估 所以並沒有游移 那今年要評估到什麼時候 會按照國土辦的程序來辦 會評估到什麼時候 主席我再給你一分鐘 會什麼時候 我現在不知道要回去查 那我問國土辦 評估CEI美 為什麼你可以用說你現在不知道這個態度 這不是你們主管的嗎 那我請那個任性是來回答 那時間的關係 這不是你們主管的嗎 你們討論完以後再提供給委員 相關的資訊 市長我這個態度我沒有辦法接受啊 市長我覺得這個態度沒有辦法接受 你要不要你給我一個明確的時間 因為CEI美兩年才評估一次 你17個月沒有得到答案是正常的嗎 市長 市長你確定要用這個回答嗎 市長你確定要用這個回答嗎 市長我手上的資料就是這樣嘛 所以現在當這17個月裡面發生了聯合利劍行動 當他們在圍馬祖 圍我們的離島的時候 你跟大家說對不起 我就是兩年評估一次嘛 但是你突然來個演習 當你出現聯合利劍或馬祖斷郎 我們馬上搬衛星過去 我們馬上提升微波 我們所有的事情都是即時在做 在做但是大家還是關係的事情是CEI啊 但是不管他是不是關鍵基礎設施 只要出現危機我們馬上就會處理 時間的關係 市長這態度大家沒辦法接受啊 馬上處理如果無法接受的話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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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還在講嘛 你們無法接受 你要有一個說法 然後這個質詢看怎麼樣 你不會自己就轉回去了 我的說法就是我們都馬上處理了